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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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以往看曹總的畫有少許分別 雖然有些畫可以運動難畫 但都是關於拳擊的 還有車可以看得到多方面 曹總多方面的技能 照舊它的線條很漂亮 而且我特別喜歡它的顏色 顏色都很像Water Color 我很喜歡這款風格 曹總本身 運動漫畫相對比較耍家 也覺得他絕對在今次 跟Mil Motor Club這本集合作 其實都絕對聲音 還有希望他們可以拆出火花 繼續多些不同類型的專題 可以繼續畫出來 其實都是很高興見到這件事的 因為車書應該都比較少用到香港的插畫家去演繹裡面的內容 第一 還有這個都不是第一期 第二期 當然找了一代車神 書物家 就是更加一個捷徑 希望香港的插畫家 可以由這一秒鐘 或者先前的例子 也可以帶動一件事 就是他們可以有一個多項空間 讓香港的市民 或者社會的大眾 可以更加對他們有認識 所以大家可以欣賞他們的作品 那些畫得漂亮 漂亮 而且你沒想到車書 其實經過這些圖畫出來 你會覺得一張很立體感 那我覺得很好 這次你看到出來的感覺 那本書的質量 我覺得值得繼續推下去 我覺得有插畫家 畫漫畫家 能夠做多些不同的題材展覽 是一件好事 那我也少見了豪華這種風格 那感覺都挺新鮮 其實我是個人很贊成 多些搞這類的展覽 無論是好像今次 或者有其他 譬如書刊發佈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都搞一些展覽 無論是粉絲也好 或者可能是媒體也好 多些可以由這本書 可能我們看到成品 是一本雜誌 可能有它的畫 但可能它的製作過程 那樣東西 在本書那裡沒有說 那如果透過這些活動 我們來到看 又可以親身見到作者、畫家 他們即時說給我們聽 他們創作的感受 或者是整個過程 我其實是很支持有這些活動 那如果你說今次的話 其實我自己得著很多 因為見到曹總 他又說自己畫畫那樣東西 那我自己聽完之後 我都覺得 一來他的功力很厲害 二來他的製作過程 我自己聽到 都很有感覺 如果媒介 除了雜誌那方面 之外 會不會遊戲那方面 多些 當然遊戲 我記得曾經是有的 但是會不會多些遊戲 如果有一些 香港漫畫式的畫風 去Cross Over 其他一些遊戲 會不會更多些人 本身沒有接觸開的 會接觸到 然後再了解 再去留意這件事 會不會更加好這樣 其實我本身搞好電影 其實我一直都在想 會不會漫畫和香港電影 會有些Cross Over 未必是題材 甚至是海報 又或者裏面的構圖 或者裏面的畫面 是否漫畫化 這個可以考慮 在接下來 導演的作品裏面 都可以考慮這些方案 其實很多都可以的 就以我自己為例 因為可能我近年 都是做一些關於動物的繪本 因為這些動物的繪本 就會令到我 能夠很容易進入不同的團體 例如我最近接到的一些工作 都是關於一些米布自然保護區 介紹一些季後鳥 那些就變成能夠 跟一些政府機構合作 又或者剛剛我自己 完成的一個就是 幫一些年輕的音樂創作人 謝千玲和謝千彤 做的一個新歌的一個art cover 那變成了 其實都會有很多方面 可以跟不同的媒體合作 其實香港漫畫是很厲害的 我經常都覺得香港漫畫 其實很早已經跨媒體 就算你說八、九十年代 已經跨電影 跨雜誌 我當然希望更加多 未來更加多不同的平台 可以透過漫畫這件事 來互相合作 尤其是現在 其實漫畫和動畫 已經那條線很含糊 因為你要將漫畫變動 又是很簡單 那麼 我也都見到很多 譬如像Cussin那些 他們在社交媒體上 玩得很厲害 只是用一些相對 不是很複雜的漫畫故事 可能是幾張、幾格 我覺得他們用得很好 那麼 接下來的趨勢 我覺得是這樣 的人內的工資 是一個選擇 可能是 UNCLE 他的都不好 但他在社交媒體上 都沒有看過 看來 我們有些目標